所以是台南的阿嬤 Hero那時候要去找稻田大學以前 阿嬤就把他叫著說來 用日文跟他講喔 你去大學不可以搞兩件事情 第一個不可以搞女人 這個很正常因為阿嬤非常的風流 第二個不可以搞政治 Hero是日本人 他上了日本大學 為什麼阿嬤要害怕 大家說你去大學的時候 為什麼 這就是國民黨向晚幾十年來 對我們用的方法 你想想看他用的就是這種恐懼 除了228的時候 他殺掉了一代的台籍的精英以外 他利用這種恐懼的心理 在接下來在白色恐怖的時代 利用台灣人心理的恐懼 很成功的閹割掉我們四世代的歷史記憶 雄飛啊我們就變成像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就變成了什麼 政治文盲 所以雄華裔啊 就算到今天喔 台灣其實有很多人會這樣子的 他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政治傾向 害怕說自己的想法 害怕說如果工作的地方 然後老闆知道說我的立場是抬開的 我會在工作上被人家找查 或者是被破壞 尤其是在公務體系裡面 也難怪這個學生已經明明來美國念書了 所謂受過教育的人 他會想說 啊 他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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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災害裡面 政治本來就是每個人的事情 本來就是每個人都要關心跟監督的 那不是你的權利呢 那是你的責任 那不然我們就算什麼唐菜郎 在我們的定義裡面 唐菜郎不是Diploma也不是學位 唐菜郎是說你要有努力思考的這種訓練 所以關心政治 關心Politics 本來就是我們的Civil Duties 那同樣的 我們也常常會聽到說 有些人喔 台灣很多人來說 啊 憲平說 那尤其是有一些天盟國的人 他喜歡講這樣的話 好像說 我很沉悶 我很乾淨 那但是我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 我就會說 喔 那如果你的講法是對的話 憲平說 那這樣政治大學應該要改名啊 叫骯髒大學才對對不對 所以 不過 有一個好處啦 說實在的 這種政治恐懼症 在兩千年 差別當選以後 有開始改變 那台灣人民有較多的勇氣 會願用自己講出自己的話 然後之後 還有一個影響 就是政治性的談話節目 像那些大話新聞啊 特別來談到這一類的節目 他們帶動的是一種公民意識的文化 因為關心政治本來就是應該是文化的一部分 那這些節目 他不僅是讓很多台灣人有一個發聲的管道 那有很多大家不太關心的比較弱勢團體的議題 也因為他們的揭發 所以得到大眾的注意跟聲援 那這些影響跟台灣的媒體很畸形 所以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這些揭發 畢端的揭發更顯得可貴 不過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而且剛剛大話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其實是 一天的節目 他在做節目是很 會去廣泛的收集訊息 他很認真的在做功課 然後 而且他會進媒體做個社會良心的這個本分 最重要的是他有追求言論自由的堅持 那所有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 你要想要說服台灣另一半的人的時候 你資料證據跟邏輯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教科書真的很多地方都沒有提供真正的歷史 我們的教育裡面又沒有人權公民教育的那些基礎 所以你如果說你 就加上說台灣的那個媒體的那個誤導 所以如果你在講說 都會動什麼無能啊康福啊 你只是在呼口號而已跟他們一樣 你需要給他們正確的證據 而且再 還有加上都容易能夠懂這樣子 那不然的話效果就不會很好 所以我是一直覺得說 人人人都可以 而且應該人人都是大化的 所以我下面的幾張時代 我是要跟你share一下說 我正值原來的大化經驗 他在一起開始 2008年的9月 他在三聚親安的獨奈事件 就是在全世界都爆發了 那時候台灣的金車還有很多企業都受到影響 那結果 因為媽教過一尊 他在中國的老大哥前面就是一生下棋 那他們那時候開始簽安安法 所以我就記得那時候 媽政府對食品裡面的三聚親安的安全地標 那是反覆 說實在的 那拜託了 三聚親安的衝殺 做塑膠用的東西 你怎麼會想要去訂安全地標 根本就應該是不能添加的東西 所以應該是零檢除 那結果有一次 我找個一個台灣的朋友 E-mail 然後說 你的背景是深刻 你可不可以找一下國外的資料 新聞媒體方面的報紙 翻譯成中文 然後就是傳這給大化 就是幫他們收集資料 聽起來是對的事情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問題是 我那時候不會東打 然後我又二十幾年 我沒有寫過中文了 所以我就想說 但是怎麼辦呢 我答應人家了 所以好 我就做吧 我就把前一年 那時候美國有 Melamine的那個 Tented Dog Food 就是寵物的食品 那時候真的是 因為從中國進口的一些原料 害死了很多美國的貓狗這樣子 那我把那些新聞報紙 就是找了一下 翻航口 我就寄給 傳真給大化 其實只有一個page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打字 OK 那天晚上 鄭鴻銀先生 他就用了 OK 那因為鄭先生 他一般都會保護 就是消息的來源 然後他沒有保護的證明講 他就說 這是Wisconsin的正常界所提供的 有趣的是 隔天我那個 叫我Political Animal的那個 那個就寫音樂過來說 欸是你喔 對不對 我那個就想說 欸真的拍來一次 那馬上人家就知道我 OK 那那一陣子我大概 做了幾次這樣子的翻譯 大概有五六次 然後大化後來也用了四次左右 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還中導比較進步啦 有的以前是要畫一整天 現在可能是六個小時吧 或八個小時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總算是有改善 那既然有這麼多資料 那我要怎麼辦呢 我就決定把它整理在一起 然後附上references 那我就變成了 一個小小的research article 那我就寄給我的朋友 台灣啊 親朋好友 那我其實來 我那個朋友又來了 他說哈囉哈囉 欸你既然就有這個文章 那你為什麼不開一個部落格 把文章貼起來 聽起來好像也有道理 文章也是在那邊啦 而且那時候我也常常去 與媒體對抗的網站 那所以我就第一個部落格 就開在那邊 在梅康邊管 那寫一寫大概七八天以後 那接著別人就來 他就說欸 來梅康的人 大部分的文章是綠的 他們大概是排開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出去外面開 去雅庫那邊好了 據說那邊就是 比較翻籃的支持者比較多 看你能不能對他們有一點 不一樣的影響這樣 那聽起來好像也有道理嗎 這裡就是一篇文章 貼兩個地方而已 那所以我就聽他的話 那不夠齁 他後來又把我拉進去了 OK 所以我開了雅庫的blog以後 他我這個朋友又把我拉進去了 那個梅康的外面翻譯組 那所以我一直得到的最大的結論 就是你交朋友的時候 政府要非常的小心 那沒有多久以後呢 我又被邀參加一個叫做 極光翻譯小組 那這個是專門翻譯 那個Dr. Jerome Keating的那個文章 極光呢 他是 極光他是 台灣教授協會他們出刊的一個 網路雜誌 那時候他的組內大概有四五個 台灣學生 然後是一個 台美人的退休教授在代理 王太哲教授 不過從去年的Summer開始 我就接下來他的那個Editor的工作 所以現在是我在代理 然後 然後 所以就是說 我從第一次傳真給大化 一年之內 我變成了兩個 就是翻譯小組的成員 然後有兩個部落格 最後一個是 20010年 又是別人的慫恿 他就叫我去UDM看了一個部落格 UDM是聯合保系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 出來那邊的讀者的顏色大概是什麼 那我當然也能想在這邊很臭屁跟你們講說 我的部落格有很大的影響力喔 不然我就這樣說 我就跟馬先生一樣 很誠懇的說謊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大影響力 因為在台灣海內外有很多很好的寫手 很強的部落格 但是沒有關係 我小小的力量OK 我也許可以 就是影響到一小串的人 讓他們多想一想 這樣就夠了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去年的大選之前 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你打算投票給馬英九嗎 那這個文章內容非常的簡單 很好 然後有點像問卷調查 裡面有20個問題 看起來比較像實驗室的手冊 那久之後來有個網友就跟我講說 有很多其他的網路不看到這篇文章被流傳 我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學妹 從來不關心選舉 不關心政治 竟然他特別用E-mail把這篇文章寄給他 所以 從來不關心選舉 人家有在注意 而且真的有影響到一點點的人 這樣也是有他的價值 You just never know 那另外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 我的部落格曾經被把政府攻擊過 事情是這樣 他在環保署長 沈四鴻 他那時候為了要替那個八卿的火光石畫背書 要在彰化設廠 他就說他在立法院做這樣子的說法 他說六卿存在的十年來 雲英人的壽命都變長了 每個人的生命增加 立法院 立法院耶 我承認 我不是化工專家 OK 但是 有看過聖神會講這種話嗎 更何況全台灣的人口 過去十年是平均增加三年耶 那你比較一下 你覺得雲英人變長壽了嗎 更不要說 這個人是環保署 有沒有看到環保署長 他不是經濟部長環保署長 他在替石畫業做法 所以我那一年 就在2011年的新年那篇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 你想長壽嗎 不要住到石畫廠的旁邊 你只要養狗就好了 我那篇文章的內容 真的在說 我可以說的那個 請大家養狗 養狗 我就是在訪問 然後提供一些科學證據 裡面的文章 我稍微提到了 那個 沈署長講的這些話 只有這樣而已 就隔天 環保署就來了 他就到UDN的那個部落格 給我留言說 我講錯了啦 還有他堅持說 我的那個文章的下面 留言板 來開放給大家 那所以因為我部落格也太多 那我真的沒有時間回說的人的話 那所以UDN的那個部落格 我只開放訪客部 那所以我就很客氣了 我跟他說 這個地方 客廳 大家都可以來 找他 跟他老口外親朋好友 那 大家都是一樣 安寬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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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在石化工廠的人 就是那附近的人 他們健康出問題的風險會提高 包括炎症在裡面 Cancer OK 那而且我強調的是風險 我並沒有直接化等號 很多有關人的公共衛生 就是這樣子的議題 都是這樣子做的 你不可能用人 直接拿來做行業 所以你就只能用統計的分析 來做風險評估 那我順便把一些 我在國外看到的 這些科學的資訊 都把它附上去 OK 我以為這樣就聊了 一個禮拜以後 一個回來 他回來不只留一些 真的是 不科學歐隆負責的一些話以外 他還發稿 發新聞稿給中央社 他發給中央社 然後中央社的記者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講 我跟環保署之間的這個比戰 我以前看到那個媒體 那個新聞出來 我是怕到 也很氣啦 拜託 麻將府已經控制大部分 台灣的媒體了 那你還要用政府的體系 中央社是政府的嘛 所以政府的體系來攻擊 一個小咖的部落格 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台灣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那我講這個故事的重點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很疲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古早是現在民主前輩 他們怎樣為了台灣的民主的奮鬥 真的是 我很感心 而且真的是 我很難想像說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過來的 我只不過是生氣而已 但是他們那時候賠上的是 有時候是賠上家庭 賠上生命 我要講這個事情 那個 我要講這個故事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我後來就想 啊就是這樣子 苟改不了事實 中國國民黨永遠不會變 古早也是這樣 啊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控制人民 對不起 我那樣講好像汙子盜狗 對不起 那過去幾年來 我也同時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台灣的那個 國際新聞報導方面 其實是蠻少的 不夠好 那所以除非說你的英語或日語 或者是其他的外語很強 很多台灣人也很不容易接觸到世界各地的 就是news 而且最糟糕的是 國民黨肯定用這一點 他會扭曲信 就是他的news information 甚至就是 真相會把狠眼帶過去 比如說像前一陣子比較 就是一年多前吧 就是那個美牛的那個 色漏金的案子 還有選前是92公司的話題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接觸國外的資訊的話 除非你有特定的意識形態 啊我今天要記得 這個是什麼時代 有多少人會去相信92公司 一眾個表這種 這種恐怕 但是呢 問題就是這樣子 台灣的很多媒體 他的發言 他的報導荒謬或是假的 但是問題是90%媒體是控制在比較淡 或者是群眾的手上的時候 那種24-7的brain wash 就像那個石頭這樣子滴水 那個是 那種力量是 不是我們能夠了解的 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跟大家來講 大家有人來講 台灣人好朋友拍照 我倒是不覺得啦 也許我們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不是台灣人的專利 因為根據美國心理學家的研究 跟實驗證明 人類的本能就是這樣 你在理解一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你會很自動相信 你看到的information 就是說理解跟相信 這是人們不一樣的腦部活動 但是呢 稍好在接受資訊的過程裡面 你一旦理解了 你就會很自然相信 除非你後面有得到別的information 來推翻你之前的信念 那我這個reference就是 你無法不相信你所讀到的一切 這是一個美國的那個research 對不對 他們真的是做research 然後用實驗組跟對照得到的結論 就是It's hard 所以當你的媒體都講同樣的話的時候 It's really hard 那我要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證明說 真的不是只有台灣人會盲目 OK 這個是美國1972年的那個election 總統election 那那個時候是Nixon 他要就是競選連任 那那個時候Truman就說了 他basically他就是罵Nixon 是lion bastard 他是這樣直接講 而且是公開的說 OK 那有這樣子的comment喔 但是問題是 那時候媒體其實是比較 推薦Nixon的 那所以後來Nixon是大贏 美國的50週裡面 他贏了49週的 就是那個選舉人票 他唯一沒有贏的一週加上Washington D.C. 那一週是哪一週 You guys know that? Massachusetts Yay!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Massachusetts 就是那一週沒有 OK 他沒有贏到Massachusetts 他也沒有贏到D.C.的部分 OK 但是後來呢 水門案爆發了 然後大家美國人一直來爆發 Oh my God He is really a lying bastard 而且他現在會用他總統的權力 來interfere 就是DA對他的investigation 那就是他那時候做的事情 所以一陣子呢 打電台心 又會啊 哎呦被騙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 那個時候有很多這種 Founder sticker跑出來說 Hey! Don't blame me! I'm from Massachusetts 就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故事倒數你的 就是說媒體的力量真的很大 那就因為台灣的媒體生態 就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切入的地方 因為你想要看 很多台灣海外的鄉親 他們不僅是比較熟悉外語 那他們也有自己的專業 不管是生技啦 醫學啦 工程 電腦啊 或者是經濟或政治學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提供真實訊息的領域 那既然我們對傳統的媒體沒有辦法 那我們可以透過其他的管答 譬如說用Internet的方式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他們幾乎都是靠網路的連結 用他們的Social Networking 然後因為這樣那個新聞的傳遞的速度 真的很驚人 真的是很驚人 那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去年我去參加了一個 就是在德州舉行的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年度會議 他是跟美男一起辦的 那那個時候從台灣來的 這個我就是剛剛有稍微講過了 從那時候台灣來的那個洪櫻花法官 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是有關台灣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憲政危機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 總統副總統 OK所以馬英九贏了嘛 2012年的這個relation他贏了 但是他還是要宣誓就職啊 那總統副總統宣誓就職 你要由大法官會議主席為監督人 那這個大法官會議主席就是司法院院長 然後那個時候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他們兩位其實在前一年的9月30號 已經戒滿了 所以你這樣想的話 就職典禮的時候那個大法官的會議主席 他已經不是大法官啊 所以他們滿久的宣誓 當然應該視同無效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 這是很嚴重的憲政危機 結果他們怎麼這樣反應 司法院用一個新聞稿來回應 而且回應的是大法官的書記處 大法官書記處是行政單位 他不是大法官會議 他是沒有權利來解釋憲法的 那那時候很多台灣法界的人就說 拜託耶 蔣介石夠炸到他還至少修法 有這個臨時條款來做萬年的總統 你也要用一個新聞稿 就這樣子嗎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台灣99%的新聞媒體不在乎啊 所以怎樣呢 洪英巴法官這些人跟法界人士 他們就投稿自由時報來講這個事情 臺連有哪個哪有 有一個新記者會講這個事情 但是就這樣子 然後也政府就跟你耍賴 然後新聞媒體沒有後續 所以當政台灣人其實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我聽那個演講之前我也不太記得 那洪英巴法官的那個演講 非常的非常的清楚 很精準 不過因為是法律人啊 所以他的他的語言 就當然比較深色一點 比較精準 那我等於我就想說 嗯我應該把它寫成一篇 我敢看我的文章 那我就把它PO上去了 那這一篇就叫做 啊原來台灣幹嘛沒有總統 就是這樣 結果就證明呢 網路的力量真的很驚人喔 不到一天的時間 我先給你看一個數字 這個大概是半天以後 我去上網去看我的網路上面 大概有三千多人 那一天以後我去看了一下 最後是四千五百多個人 來我的網路 雅庫的那一個 那你要記得 我不是客氣 因為網路界裡面 我今天是小月的 我的部落格就是 我以前還有在固定寫稿 手還沒有受傷 那一天來一兩百個 差不多吧 然後偶爾上錢 那是很少的 相比之下台灣部落格 為周子郎 周裡還上萬人去 所以這個四千五百個人 是怎麼來的 那答案就是在這邊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使用plug twitter facebook 就很多這種 就是social networking 然後他們通過電腦 甚至只是手機 在傳播訊息 那這樣子的趨勢 會變成以後的主流 這個是我相信的 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人說實在 我覺得是 我們應該要focus的目標 坦白說啦 像我是五年級的 我的四年級的 我們那種 1960年 五年年出生的人 你又跟這個 又跟著 我覺得有點就累了 大概 頭都已經恐怖力了 所以 而且我們中那個 國民黨的毒有特別的深 到這時候 大概是很難了 那很不幸 就是我們老一輩的 又是比較習慣那種 傳統式的news media 那 不論是媒體 或者是TV channel 主要都還是掌握在他們 那一群人的手裡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那邊邊 馬先生第一任總統裡面 真的是這顆菩薩啊 結果他去年還是選上了 還是成功了 你想看看 那天馬先生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除了能夠在那個 他就在那個 他就在那個 總統那個 辯論會上面 就在那邊說 啊 逆風高威 我就記得這個而已 他在那裡面講的話 然後 除此以外 我觀察到他大概 比較能夠自賣自花的 就是什麼 美酒卡秀 還有簽了很多 就很多國家現在不用簽證了 那不就是 比方中國簽 其他我實在想不出來 他有什麼到處去捧摸自己的政績 然後呢 你想想看 覺得總統到處拿著一瓶名酒 到處去跟他說美酒卡秀 這個真的是 坦白說 不管我有沒有支持他 真的是太煩的事情 然後至於免簽證國的增加 說實在 一般的人民有幫助嗎 台灣過去真的是 一二十年來那個貧富差距 越來越大 那普通啦 你的經濟能力比較中下的 你記得就拍鬼了 他還出國的嗎 對不對 那至於EFVA呢 EFVA他給台灣帶來多少好處 跟工作機會 更不要講說 最近才出的一個消息 我不知道大概有看對不對 馬正武 他又 哇 他又破了他的 promise 他要開放八百三十項中國的農產品 到台灣加工 然後之後呢 就 鐵上 Made in Taiwan 然後把這些 中國產品 就是農產品 在國際上是 二名招章的些 鐵上MIT 銷往全球 其中10%還可以留在台灣內銷 OK 所以說實在 對台灣人民而言 EFVA真的是會不會畫 就是這樣子 更何況 在2012的大選之前 馬先生不僅沒有三三跳跳 他又不願意捐薪水 GDP的時候 GDP也下降了 油電商長 對 他第一任就做過了 而且是520上任以後 一個禮拜後 他就半夜給你來一個 還一次長足 這樣子 他以前就做過了 然後失業率也不好 薪水退到十幾年的水準 所以 其實 不只是說 我們在罵 其實很多 馬先生的支持者 也在說 他在做無能 不是這樣而已 連Google也知道 也知道馬先生很無能 對不對 你去Google打進去 比馬英九無能的總統 他會跟你說 找不到 事實上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馬先生最大的罩門 其實不在無能 無能你還可以找人幫你做事 他的最糟糕是 超級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格特質 其中比較嚴重就是 他沒有自行的能力 他會害死 然後他有病態性說謊的這個毛病 這個是他很常見的 那造成他很無情的個性 我現在你應該會記得嗎 爸爸說在的時候 他去災區嘛 然後就有災民在那邊喊說 媽總統救救我們 他跟他說什麼 他說 當我講完再救 他開玩笑耶 好 等他講完話以後 他說 好啦 現在可以救你們了 說實在的 真的 你像正常人 會拿人家的生命財產的事情 做這樣子的玩笑話嗎 人家常常說 馬先生很會講 Black Joke 唉唷 你等一下 我不覺得那是黑色笑話 真的 那個是真的是很不入流的 人家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你在做這樣的Joking 那 這是正常人會做的事嗎 這個人有同理心 Empathy 有 Sympathy嗎 同情心 I doubt 算實在 所以每次馬先生 如果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我們叫老公 他就會大喊 他在家會有病啊 他在家會有病啊 他在家會這樣煌 那又是學工程的 所以對他來說 他什麼事情都要講邏輯 所以你要他剛剛瞭解 馬先生的動機 真的是有點難嘛 不過他說的沒有錯 我真的是覺得 馬先生確實是病人 而且是病入高末期 只不過他的疾病 真的是在心理跟精神的層面上面 那我早期 其實對馬先生很多 就是他的原型句子 也覺得感到莫名其妙 那我承認了 我自己也不是專家 但是因為過去幾年 拖塌之福 我念了不少心理學方面的研究 跟書籍 那其中比較有趣的是這一個 病態性說謊的這個研究 那這也是美國的research 那他們把一些病態性說謊者 找來做MRI的scanning 剛剛不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就是MRI MRI對不對 蛋清掃瞄 他們把他找過來做MRI的掃瞄 然後就發現喔 就是病態性說謊的人 他們的frontal white matter 提高了increase 跟普通人比 然後他們的那個grade matter 的地方就decrease了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 人類的大腦切面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中間是這個白質 然後旁邊是灰質 那大腦裡面有上千億的細胞 神經細胞 那神經細胞又成神經元 那basically就是細胞體 還有這些樹狀圖 然後還有這些軸鎖 那灰質就是細胞體 然後白質呢就是軸鎖 這個有點像電線一樣 所以你如果要簡單的講的話 就是灰質是處理訊息的地方 然後呢 訊息要exchange 就是由白質來take care 就像聯絡的線路 那其實 所以比較多的白質 就表示說 比較多的白質 就表示說 這些人 好像有更多的發達的線路跟工具 他們可以掌握欺騙的藝術 那說實在他們那時候 有MRI去scan這些人的腦部 然後就發現他們在說謊的時候 那個白質會這樣子 就是散散發光 就像那個Star War那邊 Luke Skywalker 不是可以雷射并存 這樣 就是那樣子 就好像那邊 那邊好像Fire War一樣 白質 那再過來那個灰質的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在做道德性的決定的時候 你仰賴的就是灰質 所以表示說 如果你灰質變少 那是什麼 你可能比較不在意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處理道德性的問題 當然了 馬先生 莫名其妙在說 你根本就不是新聞了 但是他最近這一次的 他的演出可以拿出來做教材 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為什麼見人家愛公美菜 那 事情就是這個 去年的12月10號 他出行那個世界人權日的運動 活動 然後他致死的時候被丟血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故事 OK 那這個就是那時候的Picture 一個禮拜以後 他去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一抓風 其實我那時候 並沒有看到他的丟血池 我看完放才知道 嗯 嗯 OK 好沒有關係 就網友去查啦 就發現 當天聯合晚報沒有報這個事情 是到隔天才各大報都報出來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Internet power 凡事走過必留下行情 so you cannot lie your way out 那馬先生真的不知道嗎 嗯 還是因為年紀大了 開始有痴呆 所以晚報的事情也記不清楚了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一個禮拜前 12月10日那天的影片 大概差不多一分鐘而已 我們看一下 喔 好 我要緊要把它 稍微填下去 我有一個影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 喔 可能我可以這樣 好 好 好 影片在這裡 大概一分鐘左右 那馬先生真的不知道嗎 嗯 嗯 嗯 那晚期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浪漫這樣 應該有聲音才對 看他下面的人也是可以 全是活動 還沒上台台下的民眾 就已經大聲嗆家 你看民眾情緒越來越激動 隨乎人員 向前關係 庇徒恩賦 不過說時時那時快 馬總統講到一半 突然天外飛來的大書包 差點就丟到了馬總統 從那動作 再看一次 書包被台下民眾丟了上來 真的差一點點 就丟到了總統 但馬總統還是繼續正定的 把內容講完 面对古道人士最后还脱稿演出 要大家互相尊重 民主自由法治 中间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能够彼此尊重 相互包容 国际人成日的活动就在一片混乱中 仓促结束 介绍了林玉顺江维根台北报道 OK 所以马先生真的不知道吗 他那天后来脱稿演出 你很想起 我也会生气 我若被人家丢鞋子的话 对啊 所以很明显 一个北刹的 干嘛跟人家说 我不知道有被丢鞋子 那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Hero马上又在喊了 他说这种谎也要杀 干什么啊 对他有什么好处 OK重点来了 Hero的逻辑是正常人的逻辑 OK 我们的马先生不是普通人 你千万不要用 common sense 去解释他的行为 你这样想你会比较平安 根据我的观察 马先生最care的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面子 第二个就是金钱 那所以这个丢鞋子的事情 对他来说是众朋友人家做的事 那所以 一个礼拜后他被人家问到这个事情呢 突然间就反应过 他就说他要赖 表示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天跟我无关这样子 更小啊 所以他就觉得没有面子 所以他就必须要赖 那至于钱的部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当年马爸爸就是过世的时候 那马云九先生他的处理的方式 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很简单的处理以后 大概五六万或七八万就解决到 爸爸的那个伤势 那后来呢 好像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市政府员工有这种补助 你可以去申请补助 直系亲属的这个商品的费用 就马先生申请了全额 八十万 OK 他八十万就放进盒带 然后后来是有人去把他挖出来 然后爆发 然后他最后就倾诉在前面 就把那个钱再捐出来 买了一辆ambulance 就是救护车 那你就想想看 有什么样子的人 会用爸爸的商事来赚钱 所以金钱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再下来的这个 OK 再下来的这张slide 你看一下这个list 这个其实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CIA 对那个希特勒做出的心理分析 那你稍微描绘一下 就发现很多那种 还蛮似曾相似的特质 对不对 我事实上那时候心理学家 对希特勒的那个 这个diagnosis 就是他其实是psychopath 就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 psychopath的人 他自尊性非常的强 他是世界的中心 他自己绝对不会错 所以那时候希特勒还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叫做 我不可能是错的 我的作用所为 我的言论就是历史 这就是希特的讲讲话 那也难怪啦 记得这个吧 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把马先生车为Bumbler Ma的时候 整个马政府都动起来了 并且前一阵子中国把台湾地图放进去passport 还要激动 然后外交部去跟economist抗议 然后许多国民党支持者也出来替马先生还家 小贵啊那个Bumbler还在台湾出现了新的解释 连余光中都出来臭热闹 他说Bumbler 他是对着马英九的面前说的 他说Bumbler其实呢 是踏实负责任不轻举望重的精神 没有负面的意思 那既然 既然是这样的外交部去跟人家economist抗议是什么意思 这么好的意思 对不对 好不管怎么样 没有政绩 政府的财政导致乱七八糟 Bumbler Ma还是当选啊 想想看 除了媒体一面倒 尤其在选举的后期 那个余昌岸的事情 他变成马团队的打手以外 我们必须承认马英九跟国民党 真的很会丢选举跟治国的口号 先订准好了 上行 633 黄金十年 一中格 表九二共四 安心内阁 照顾中良 还有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文 真的是没完没老 你可以出百科全数的 但是 这句口话听起来很好笑 对不对 不过 This is the problem 就像这句话 大脑里边的空间就是这么多 墙壁就是这么多 所以你就不停的丢口号 然后再过来反对党再出来讲话的时候 已经没有地方挖他们的poster了 因为那个poma里面挤满了我们的furniture 这谁讲的 又是洗头了 Yes 所以口号 媒体优势 那法院也是够别人购义 所以你可以了解 所以真的我们是处在劣势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 其实我去年有见到彭丽丽教授 我看这个问题 那我先解释一下就是 那个彭教授 其实他是蛮悲观型的人物 你大概不会相信他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他一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是相当悲观的 所以 你也可以说他是向来有做最坏的打算 当时彭丽丽在2000年当选的时候 他非常的惊讶 很高兴 但是他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七年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啊 我们这么悲观 怎样有办法 一世人打招来 然后他就问我说 还没办法 你觉得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可以放弃吗 还是要努力啊 他这样说 这是真的啦 因为如果要送给那个阿爸的健库 或者是独裁者型的那种同志者 最好的礼物就是 大家都很安静 大家都很安静 他们是最高兴的 所以既然我们在主流媒体上面 是没有办法看的 那至少我们还有网路嘛 还好 事实上 Internet 它的力量真的是很impressive 而且很powerful 比如说我那个小小的网路 雅库的那个部落格 过去四年来大概有超过一百多个国家的人 有来这边 visit过 那 这是 传统的媒体很难办到的 更不用说Internet是free的 那当然啊 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论我感化 但是我 我个人是喜欢focus在年轻人的一代 那我觉得应该要尝试了解 他们的想法跟喜好 那我 这是我personal的提名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你见人要说人话 因为你要了解你的audience 你才能够知道 要怎样肯定他们 才能够说服他们 至于那种 始终派的 像我这一般的 老婆婆的 就算了吧 有些时候真的是 你跟他们讲的 非常的浪费时间跟精力 实在是不太划算 所以剩下来的 在大概两三分钟 我想要讲的是 我要分享一下 我们跟年轻的这一代 的一些相组的经验 因为是 古代戏团的关系 那我们在过去15年 都跟 台湾的学生有接触 因为是软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要吸引他们来参加 还蛮容易的 我们的号召当然是说 支持台湾 台湾的文化 这样子 但是学生禁团了 我就有机会 可以跟他们接触 或者是 也对他们有点点影响 那事实上 如果去看现在 大部分 对于台湾来 好像 你敢问 我已经好像 没有听过有人说 自己是中国人了 但是呢 同时他们也都 对政治 还有一点敏感 可能是 学校教育 他就是 父母亲的 真真教育 真真进入 所以你呢 一开始就把 228事件 白色恐怖 实在这事情 不然现在 你就把他吓走了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都是 利用我们家 Era很快 主办的方法 把他们留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跟他们的 互动又是 比较平等似的 那很多学生的年龄 都可以做我们的小孩 不过我能 很少用 从来也没有那种 对 由上对下的那种态度 因为效果不好 他可能在眼前面 唯唯诺诺 但是 年轻人 都不敢做的 主见 跟想法 那曾经有学生 后来就是 比较少了 有跟我们讲 如果刚进团 后来就跟他说 台湾的那些历史 比较苦难的历史 他们可能会 下到可能会离开 但是我们 从头到尾 强调的是说 民主社会里面 好的 公民的 责任 跟动摇性 那特别 你自己想说 你是特色的人 不管你相信的是什么 至少你的逻辑 必须要合理 那我最常用的一个例子 跟学生讨论的是这个 这个是联考会在2010年的民调 然后发现说 65%的 人 是台湾人 而且不是 中国人 然后呢 18%的人 认同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那11%的人 认为是 自己是中国人 那这个已经 三年前的民调了 对我来说 这11%的人 是认为是中国人 他要投票给中国国民党 我没有话说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通 但是在台湾的选举 你也知道 那个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会投票给中国国民党 但是你把这两个组的人 加起来 二十九啊 二十九 对六十五 那是怎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不对 那而且哦 一个重点是 这些人 是说台湾人 而且还强调自己 不是中国人 所以那个是已经有 我们是不敢说的 那种想法在里面了 so why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会投票给中国国民党 那当然啊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的 它不是很那么simple的 要不然我们两千零八年跟十二年 怎么会选得这么辛苦 但是我当我用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很像的 把这个 开始就 眉毛就会走 然后就开始想 所以至少你给他一个机会 开始思考 那他们就会自己 开始做 更多的这种问 why 为什么 这样子的 动作 那老一辈的人 常常会觉得说 啊啊 年轻人不关心社会或政治 可能这边不一样 因为我真的很impress Boston的这群年轻人 真的是很不一样 OK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有时候我在跟TAM 就是Medicine的同乡会的人 在聊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觉得 年轻人活上要插歪啊 关心台湾 关心社会 我倒是觉得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像我去年啊 我在那个教授协会上 我碰到这个group的学生 他们是Rutger 在University 就是New Jersey 的Lupert University 那他们办了一个 台湾Movie Club 那他做的方法就是 播映很多有关台湾的纪录片 来让台湾来的留学生 更了解台湾 他们现在最新的发觉就是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 Kan Winichu这个影片 在台湾的319的乡镇 大大小小的地方 都可以让他们看到电影 了解说 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自由 是多么的宝贵 然后是怎么来的 那另外一组年轻人 就是也是在那个会议上 是奈何文教基金会的 道老代的总唱队 那他们利用的就是 音乐跟文学的组合 来表现他自己对台湾的 这块土地的感情 那这个方式 你可以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 因为比较软性一点 然后但是你又可以 把历史带进去生活 而且如果你 如果有注意台湾的新闻的话 最近那个一传媒被 旺旺收购以后 那个媒体垄断的问题 那个反对势力最大的 就是年轻的 年轻的台湾学生 在台湾 所以呢 最后我想要用这张 slide来结束我的 就是 Edward Everhill寫的 他说我只是一个人 但是我仍有一份力量 我不能做全部的事 但仍然有所 可以有所作为 再因为我不能做所有的事 我不会疏忽自己 可以尽到的责任 嗯 嗯 但是我并不孤单 你看看你周围的 这些年轻的人 他们在做的 很多有创意的事情 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 也应该是大胖 就是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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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琳 啊 小媳婦 今天我们很高兴 正经请到他 啊 他跟虚肉上面 我也学很多 尤其跟年轻人相处 有时候 有时候 像我这个更激动性的 更直接平 所以有时候我跟人相处 或是叫大家到人做事 都没有像麗林 跟虚肉云 这样 真的有技術 这点我可能要跟人一起 我经常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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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个人 经常一个感想 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不是我们经常看到 经常我们在每天上面 看到 这么多名人 民心 带懂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这么多人就是像 HERO DOTORO 他这个 还是说一个民族 他的进步 就是这么多 这些人 点点 这样 还是说 多少 你做这个 参加公共的社会 奉献给他们这个团体 这是一个民族 他们的进步 所在 所以我们大家 大家都很小 我们大家都很小 但是我们大家也很大 啊 我们大家 就是这样 让他们最高兴 今天很欢迎 啊 时间不多 那么 有人 有问题 反正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 拿出来 啊 我先生 我说一句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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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们人很感心啊 我们可以称十五年 也是这么厚 就是 来来去去 这么多年 我们都一直有换新的团长 带过来 我问 你是怎么会留下来 就我说 啊 你怎么做到主价啊 然后我就说 啊 你不是要扣到 台湾跟台湾跟台湾 他就说 哦 当然 但是 你怎么做到主价啊 所以呢 我想说就是 如果你们任何人 有扣到 Madison Westcalf 去跟我们联络 来问到 大家Hero的住的同上指日本的日式大助牌 那個是超級有名的 還可以需要我的資訊 就請你幫我聯絡 他會跟你說我的E-mail住址 還有我的電話 所以真的是新年快樂 今天很高興我們有這個機會來這裡 謝謝大家 所以 所以 博靈跟陳早晃的生年不是煮飯 我們先來跟彥珠給我一下 OK好,謝謝 OK,這樣喔,我們島上的那個 我們島上的那個伯母 大家可以拿回去 大家倒拿回去 如果島上還有像伯母的,大家倒拿回去 因為我們家的幹事要收島上 那像卡片 你如果要拿回去做一個企業 反正你拿回去 好 大哥 你們幾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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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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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